每天日下雨淋,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尝试,但收入不错的行业哦 每天在太阳底下修货车,学一种怎么样的工作呢?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了解,迷路星球的战神风平时都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下工作 基本上都是到别人的地方,或是在马路旁边帮人修 现在地上走过什么? 走出来没探,没回用 他今天来修车的地方真的有点大 我们得花一点时间来找一找那台坏了的大货车 绕了很久,看到一堆挖土机 就是还没有找到我们要修的那台车 哦,这里有一个神手哦 有多价,不同,一价,好多价啊 其实很多价没有跑回来的 他们最主要是这种推移机 哇哇哇哇,你们有看到前面这一台吗? 超大超大 就是很像在电影才会出片的那种大机器 然后我们的风格就讲 如果没有关上床的话 等下我们的脸就黑到完了 找了好久好久 终于找到那台坏掉要修的车 别人都差不多下班了 我们的战神风工作才要开始 希望我们可以在天黑之前离开啊 把车停好后 风格就开始一脸严肃 整理整理 准备好了 他就要开始开工了 哇老爷不要玩叻 这样多粮了吗? 你们看你们看 这一车的工具就是他的一种修理厂 这些工具看起来有点脏 但是都是他一点一点赚来的 当年我们的战神风就是一边坐一边买 哎呦 我们看还自己带椅子啊 好咯 要开始认真了哦 等一下 你上去 你一开始车才就油 那东西会上啊 你不要吊吧 好咯 我就先上来帮他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些车 真的很经典 不过呢 这个战神风 我明明只是要来拍给大家看而已 还叫我帮这个帮那个 你们看 这里的夕阳很美一下 不过天影差不多要黑了 希望他可以快一点修好 说真的 在户外修车 很多时候靠的是经验 从后面到前面啊 嘿嘿嘿嘿 这这样多这种 这种Bike是什么Bike的 在这边 嗯 风Bike 一样啊 风Bike 风Bike全部都有 如果平时在修车场的时候 工具就比较洗钱 在外面修的话 很多时候就需要取巧一些 毕竟更多的大型工具 不方便带过来的 所以只好将就将就 暂时修好后 还是建议开到维修厂 进一步维修 啊 他敲了半天 应该差不多要好了哇 你的Walkshop过来这边要几久哦 要一个想事 如果下雨又回去了 要不然 要看啊大雨小野嘛 看那几点出场嘛 没办法就是等咯 要不然怎样咯 他平时修的 都是大型萝莉 在他们底下修 真的很需要注意安全 你看 整个人都跑到里面去了 哦 东西掉下去了 自己一个人做的话 东西掉了 就要自己又爬出来 看他跳来跳去 爬来爬去 真的不只是要技术 体力也要很好 难怪真的很少看到年轻人来做这份工作 就用生命来赚钱的咧 你看啊 我夹一下我已经没掉了咧 不够力顶他咯 只暗死心了咯 刚学徒当了多少年咯 结束了 多年啦 六年八了啦 哎 真的不简单的 看他这样做 弄到全身黑黑 我感觉他的头发 很可能只是毛囊阻塞 你看 他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 洗一下手干净 做工啊干净 不是安安安的他做工啊 不完老耶 你看那个皮肤 每天弄到这样多化学的东西 洗完手 他就开始在那边扭啊扭 没有机器的帮忙 只可以用自己的扭力来转咯 你看那个嘴型 好像转到在骂粗话 我现在才发现 他穿白色的衣服 弄到这样 回去要这样洗的干净咯 然后我就看他一路转一路转 差不多全身的力都给他出完了 刚才是用满力在做工 现在就不要需要细心 想办法把那个接口弄好 然后就要开始调整那个管子的形状 扭到适合的位置 才可以从后面弄到前面去 扭一号 扭完那种就打点了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原厂的 所以就要靠经验慢慢的调 然后一点点试着把它从后面穿去前面 这样爬进爬出 以后他的老婆帮他洗衣服 不懂会不会哭咧 终于穿到前面了 还是一样 又要继续地转 看罢了是用不远看 不是转看 你们再看 他转到整个人都站起来 那个力才够 OKOK 看来搞定了 嗯 多久漂亮 觉得你价钱合不合理哦 知道吗 你很贵耶 现在过了六点了 要插成加double了 没有啊 最终没有加double了 别动就加double了 什么楼里你都会修啊 没有 我只会修它宽了 我叫你搬就放 来我叫你一直 踩 来我叫你一直 一直砰就一直砰它 砰它 来砰 来吧 这个好了 收工了 没可以 对啊 喂 天真的是气了啊 然后这台修好料 他差一点忘记把人家的那个外壳装回上去 好 终于装好了 真的这一台已经是结束了 现在这里不只是天黑 蚊子真的也是不少哦 希望他这台真的是比较快 修好可以快点走哦 蚊子真的很多 你们可以在HIGHWAY坐楼里的吗 可以啊 没有讲不可以在HIGHWAY救了吗 一定要拖下HIGHWAY的吗 没有啊 输了新加坡 哇 这样子来敲 头发都会掉啦 Brother 然后你看那个手这样脏 就来爬头 怎样可以哦 你们是算这个东西 做工钱多少钱还是算小时哦 我们是算尖啊 讲真的啦 一个人做到这么晚 周围完全没有人 不会恐怖吗 猜什么 算什么工钱 看他弄了半天 好像还是装不进去 不觉着 大老远来的东西不对 这种时候真的只可以想办法 改造改造 如果我们不是自己抬灯 这里真的是一片漆黑 风又大 晚餐都还没吃 战神风啊 你刚还不是讲一下子而已 怎么样 快点哦 我要回家哦 看来 最后他应该是用暴力来解决 硬是把它弄开 还真的给他弄好了 哇 拿什么水来洗脸哦 还洗掉头绪 东西收一收我们就要走咯 终于啊终于 真的是一片漆黑啊 然后我们还要开多一个小时 才可以回到 今天的晚餐差不多就是宵夜了啦 工作结束后 如果可以的话 帮我们按个like 当然也是可以订阅一下的啦 工作在内 也不要忘记笑 毛巾 号